被質疑是綠色軍藥片的台劇 《零日攻擊》被揪出拿文化部 7131萬 又被抓包國發基金 也給了4170萬 等於1.13億高達製作費的43.6% 通通都是掏百姓的錢 但掛名的首席導演羅景仁 曾是蔡英文 賴清德 總統競選廣告的御用導演 拍廣告拍MV 顧問還是綠委沈柏堯 誇張的是還有場景 要國軍弟兄來支援 最終還提到大陸長期 渗透台灣黑道逼台灣的監獄 釋放重刑犯製造動亂 甚至第五重隊都跑出來 卷甲炮轟這劇本太荒唐 看了我這裡快要昏倒 如果解放軍沒有登陸 他怎麼可能控制台灣的監獄呢 幫你寫這種劇本 就是抗中神劇自嗨而已嘛 完全無政府狀態 我們的軍人呢 我們的警察呢 都不見了 這個導演說他是預言故事 這什麼鬼故事 但文化部說文策院投資審議會 審議通過投資過程可受公平 就被在野炮轟 那排九二共識題材的 你要不要給錢啊 中華電系 他也有投資這家公司 當我去跟他調資料的時候 他竟然講什麼呢 他說這是涉及商業機密 名罪炮轟民進黨拿公帕 拍這樣的影集 背後根本是這個目的 2026就選舉了嘛 你2025推這個 整是一個選舉的一個先導 完全用國家的權 替民進黨來宣傳 很低級啦 他們所有的元素 都是要幫你洗腦 都是要告訴你 很可怕 台灣到處都是敵人 這是一部完全專業的影集 就是專業認知作戰影集 網友狂罵這1.1億公帑 是補貼你民進黨拍選舉洗腦片 拍政治恐嚇電影嗎 到底還有多少片要拍 要不要一次說清楚 外界質疑 這上億百姓納稅前 還不如給阿兵哥加計 或花在老人孤兒社會福利金 都好過賣芒果乾 恐嚇百姓 記者忠誠梁操聽海岸才訪不到